藝人王浩信今年在劇集《反黑路人甲》 及《踩過戒議》中的表演令人讚嘆不已 網民看得又過癮又驚喜 已成為民選是帝的他絕對被看高一線 有望繼2017年台慶頒獎禮後再奪得是帝的殊榮 今年浩信的風頭一時無兩 兩套叫好又叫作的劇集中 他的表現都備受好評 雖然今年時帝候選名單有不少好戲前輩級敬敵 如張兆輝、苗喬偉、陳豪及劉丹等作陣 不過獲得不少網民力撐的好信 憑多次破格 新鮮演繹俘虜大家 現在在西雙版納為內地電影《冰王之絕境》追殺拍攝中的好信 這次亦作出大犧牲 為一場戲《自創短法事人》 據知好信做完內地工作會趕回香港爭時帝 到時這個平頭晚盒一定令大家眼前一亮 至於今年一群各族時帝寶座的前輩級人馬 包括劇集《黃金有罪》的張兆輝 試圖行者三的苗喬偉 愛回家之開心速遞的劉丹 以及殺手的陳豪 不過一群前輩似乎都是抱釀賽的態度 好像張兆輝日前被問到競逐時帝的感想 就說自己對榮木彤這個角色充滿信心 得到提名已經是一個很大的肯定 又說收到很多行內行外人致電讚他 但現在只是希望疫情快點過 會開心過得獎 至於身處內地的浩信受訪時對於被視為大熱 又謙虛地說自己對獎項都是抱平常心 亦相信觀眾公司是公平的 希望觀眾可以繼續支持踩過介意 他又說現在拍的電影 無論化妝及造型都與之前非常不同 開玩笑地說怕回到香港大家都會認不出他 又說這部電影主要以動作為主 每人不是開槍就是打氣 自己都瘦了很多磅 希望他快點拍完回香港 一群粉絲都等著看他獎